同学你好 本讲我们来讨论社会网络计算 我们预计想探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社会系统 然后介绍一下主要的社会媒体 然后介绍社会计算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 目前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你看它是由社会和系统 这两个词构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社会 社会可以看成是我们人类 相互有机联系互利合作形成的群体 当然现在也常常有很多的 比如说动物 我们认为他们也有社会 特别是一些非常典型的社会性动物 比如说小到一个蚂蚁社会 或者是一个蜜蜂社会 甚至高等的像一个这种哺乳动物 像我们猿猴的这样一些群体 都有社会 社会在各种社会系统里面 它都是有行为规范的 不同的社会里面的一个个体 它都有一些对它行为的一些约束 当然对我们人类社会里面 除了这种什么对我们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以外 还有这个这个个体之间会有这种经济关系 然后呢有各种复杂的这个社会制度 在这些这个规则规范关系的这个支配下 社会呢构成了一个有机体 那系统我们也来做个定义 系统也认为是相互联系的要素集合 要素和要素间的联系构成了系统的结构 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种比如说简单而言呢 比如说一对一的联系 一对多的联系 多对一的联系 或者多对多的联系啊 这种不同的这种联系啊 就构成了我们一个这种 这个系统内的这样一种结构 结构啊 又会决定了这个系统的功能 所谓功能呢 就是系统对环境的作用 以及自身生长进化的能力 功能也决定了他自身的演化 这种一种功能性 那所谓这个社会系统啊 我们就是说由社会人和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 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 那当然这样的社会系统 我们主要是指人类啊 社会系统啊 家庭 一个公司 社团 城市 国家 都是这个啊 不同规模啊 不同类型的社会系统 而且你看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呢 他还有一种 这种 类似于我们这个集合和子集合的一个关系 你看比如说这个家庭和公司啊 可以认为是城市的子系统 城市又是国家的子系统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 它下面还可以分成若干个子系统 形成这样一种嵌套的关系 这个人类社会啊 当然是这个 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社会系统啊 我们整个这个全球的人类社会啊 系统呢 由国家城市公司 家庭等各个城市 城市的这个子系统呢 构成 每个这个系统 当然它层次不同啊 类型也各有差异啊 结构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存在着 有一些相同的这个 比如说要素之间的关系啊 这个对环境的功能性呢 也是有的 而且每个社会系统啊 它都是会在动态变化啊 比如说一个家庭啊 它可能创建啊 对 当然也可能这个发生一些变化啊 它是有一种动态的这样一种 这种 一种 眼镜过程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人类社会啊 这个社会系统啊 它有哪些重要的特征 特征也很多啊 首先呢 我们认为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 这个组建性 啊 社会系统呢 它最小的啊 我们认为最小的 其实也就是不可分割的 单位啊 就是人了 当然了 这个人呢 大家也注意啊 现在我们这个人呢 既是我们这种 常规的人 有时候也把这个人呢 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人 在现实社会 虚拟社会里面 都有人 甚至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抽象的节点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人呢 你也不要看成是一个自然人 他也可能比如说是一个企业法人 也可以这样来看 但是呢 目前的大部分呢 我们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 现实的一个个体的实实在在的人 那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基本组建呢 是人 人类社会 第二呢 就是关联性 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 看成是由人群 以及他们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或者群体和群体之间 社会关系 所构成的一个系统 有边界 有环境 人 社会 环境 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我们利用这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以分析他们的这个 是存在着哪种类型的关系 甚至关系的这种密切程度 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等等 最后可以给整个人类社会 构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叫关系图谱 这是关联性 第三个呢 叫群体的有限性和社会性 也就是说 社会啊 这个特别是随着这个 我们说社会规模的这么一个扩展 社会系统的日趋复杂 这样啊 就是在社会系统里面呢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行为特征 这种行为特征 我们就叫群体的有限性 这是可以认为是我们这里说 是群体的行为和表现出来的这种群体智慧 而这种 这种涌现性行为性呢 是在孤立的个体身上 是发现不了的 而由这一个个个体 合成一个群体以后啊 就会表现出一些什么 这种特性或者特征 另外就是有结构性 这种社会系统里面的结构啊 主要就是网络 这种网络特征 网络结构性 在这个网络里面 当然是以人为节点 以关系为边 构成的一种网络关系 这种网络啊 研究的也是这个 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啊 人们围绕着人类社会网络 提出了比如说 这种网络是叫我们有一种叫 这种随机网络啊 什么无标度网络啊 小世界网络啊 等等啊 这种就是他的一种 这种结构性 还有呢 就是层次性 层次性呢 这个很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一个 全球的人类社会 可以把它再往下分 分成若干个国家里面的什么 这种群体 一个国家又可以按照地理 分成若干个城市 一个城市又可以在里面有各个不同的什么 这个组织啊 然后还有上家庭这样的单位 最后家庭又可以由人构构成 当然这个是现实社会 可是到了我们这种网络时代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虚拟社会 整个全球的互联网 这个以这个全球的互联网为基础 构成了一个什么 这种全球的虚拟空间 虚拟社会空间 然后又按照在这个互联网上 承载的各个不同的平台 比如说微信平台啊 QQ平台啊 或者像什么国外的Facebook Twitter啊等等这样的平台 又构成了一个一个什么呢 这种社区 这种社区还可以再往下 细分成若干个小的社区 那当然最后还是有这种 就是我们说这种 网民啊 这种节点什么构成 总而言之 它有这样一种层次关系 而这种不同层次之间呢 这种它里面又有这种自组织性 就是你看有一些比较小的这种社会系统啊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不断的交互 他们的自组织构成更加复杂的高级的社会系统 这样有一种自组织关系 而且这种自组织 有时候是我们说有一种去中心化的特征 就是它通过经过了一次交易 然后就建立了一次 建立了建立好了这种连接 建立了一个本来没有的关系 还有呢 就是这个人类社会啊 体现出这种运动性 或者我们叫动态性 这个系统的结构状态行为功能 都是可以动态变化的 而且这种变化呢 又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指标 这种反映出来 而这些指标的变化 就可以反映出它的一个什么变化轨迹 甚至可以指出它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 当然就是现实社会 加上这个虚拟社会 大家看这个图啊 就会发现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 他们既是这个交叉的 互动的 有关系的 而且有相似之处的 而且但是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个虚拟社会 似乎是基于我们这个现实社会的 因为在网络空间里面的人呢 常常也是来源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人 网络上的很多组织 也是来源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什么 一些组织 你比如说像这个 不管是现实社会和这个虚拟社会 它都有具备这种层次性 不过它层次关系不太一样 也有什么呢 结构性 都是由节点 关系 整个网络构成 但是它又有不同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实社会啊 它是有时空性的 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 有这个时空的限制 时间呢 空间的限制 可是在网络上的虚拟社会 常常是超时空的 我在中国和国外的某个国家的人 我可以及时进行通信 不受我们地理位置的什么 限制 在这种 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 复杂的互动过程中 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现在 日趋复杂的什么 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 厨师五代 RT 旁白